四川在信消息记者传号6月20日,成都市新都区举办山路推进军民融合,打造航空产业生态圈,主题青山沙龙活动,无人机制造基地,新材料研发中心, 集生产基地两大项目签约落户,总投资15.06亿元,新材料研发中心集生产基地项目投资额11元,由成都大光热喷涂材料有限公司投资,项目分两期建设,建成后将生产硬帐图层材料和3D打印材料等,多种新型复合材料及热喷涂材料,同时签约落户的无人机制造基地项目,投资5.06亿元, 建成后将主要生产无人机外密自结双尾线无人机,塔铺天雕无人机,HA梅雨电直升机,PC机是与无人机的,除了签约仪式,中国人气涡轮研究院624所,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 中国航发成都发动机有限公司,代表结合各自领域特色,就航空产业及知名融合,进行了交流分享,新都是四川省航空产业的重要承载地,是全国少有的同时,具备航空发动机研发和制造能力的地区,这是新都独特的优质资源,新都区正按照厂核心, 大配套思路,主攻航空发动机研发制造,构建知名深度融合,特色优势突出的航空产业集群,新都区相关负责人说,当前,新都航空产业,以611所,624所,420厂,132厂为龙头,以航空发动机研发制造为重点,积极拓展燃气轮机,航空大,部件,航空零部件,无人机, 机载设备,航空间材料等领域,依据基泛华航空,海船航空,中电舰家,前空动力等知名航空企业近40家,同时,为推动校院企业的融合发展,共建立一共同企业,新都区政府与624所,611所,北航,南航等实施全面战略合作,共同建设科研技术转化平台,检验检测中心, 共同培育航空产业发展新动能,逐步形成航空发动机,不燃气轮机,整机制造,配套产业,衍生产业的知名融合航空产业链,知名融合的效应在不断地扩大,为新都航空产业发展,带来了无限生机,新都区位宣传不公图。 感谢观看